张国荣 站在众人瞩目的位置 所有星光璀璨的背后 都有日复一日不为人知的努力 努力的人总会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运气 有一句话说 命是弱者借口 运乃强者千死 这句话把成功背后的真理刻画的入目三分 要想人钱显贵 必须在人后受罪 很多眼红别人成功的普通人 总会暗戳戳的想 他不过就是比我运气好那么一点 我也可以的 他们只看到了成功的人和自己相似的地方 却没有看到他们成马的背后经历了怎样的磨练 幸福和运气的背后 是别人看不见的努力 平常读名人撞记的过程中 我发现那些成功的人背后都有共性 就是不可否认的实力 这实力都来源于自身的努力 或者是少年时期家长逼迫学习技能 或者是青年时期 幡然醒悟想改变命运 前几天在爱之乎上看到一个回答 最后悔没有早点知道的道理 世人学到的本事都是自己的 谁也抢不走 多学一门本事 就少说句求人的话 我希望更多人能尽早明白 这个道理 现在的努力都是在位以后铺路 以免以后遇到问题 守势无措 求助无门 有一个时间管理专家曾经说过 一个人每天都应该有两三个小时是完全空出来 留给自己去投资未来 提升能力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未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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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